关心退休金法案的变更 未来将如何改变在美华人的投资理财 热门的理财单元财富课堂 就继续请到互惠财富集团的资深理财专家 来为观众解说 我们看到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它规定401K 退休金账户里面要加保险跟年金 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可能就是跟现在这个十年一周期金融危机 可能又有一次来临了 我们上一次的金融危机 很多人的41K变成了201K 就是跌一半 可能现在大家不希望 政府也不希望你的退休金跌一半吧 这个影响整个大众 所以它规定这个41K provider里面 要加保险跟年金 那保险跟年金为什么 我们已经做了二十几年了 保险年金里面 财品现在都用保本指数 所以说你的账户有保本的功能在里面 那可是4NK没有啊 大部分4NK都是 你都听过像Fidelity啊 什么这些Mutual Fund公司在做嘛 它是不含保本机制的 所以说万一你投的是股票 或者你投的是海外股票 基金股票 那它跌下来有可能就跌30到50啊 那你加了保险跟年金就不要 就是这个客户他的4NK里面他可以选 我要买年金 我要买保险 那保险年金就是比较安全 它有保本的功能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出得很及时 因为现在市场确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 然后可能大家开始要谨慎做选项的时候 那如果你多了保险的选项 多了年金的选项 客人就可以在市场大跌的时候 起到一个就是保本的功能 美国互惠财富集团南加州的圣马利诺 赞石坝尔湾都有办公室 专门来提供高净值的客户 善用美国保单优势传承财富 观众登记每个页的免费财经讲座 请上互惠财富集团的官方网站